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多人起是阿旗是松晨往上抬是不对的 起不来 所以根据对方你看对方抓手抓过我的时候 我硬抬是抬不起来的 所以我是根据你看作用力反作用力 一个一揉一道 他这个就把我的一点改变了 你看我现在是这样压着你来 你这样一踩我就不得住了 是一个弧形的 把你的肩膀打住了 把你的肩膀 加微信旁衡国的拼音 学习太极拳课程 所以说每个动作你得想 练食无人所有人 练的时候你得想 你这样直前抬肯定起不来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双节领劲 是把松晨下去 脚的反作用力 把这个脚身子微微往下沉 手往上抬 你看起的时候是身子沉 手是起的 对方才能起来 而且您这个抬我的这个劲 不是用手 是用脚蹬的这个劲 用脚蹬 而且你看肩膀不要起 是人物的就过去 对对对对吧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练在起誓的时候 也是用力的 这个地方是 是用力的 所以然后才能变化 不管不管是脊 ad 不管所有的 退挤拳都应该是这样 像你刚才说这些左路旋 你得给我做一点的 哎 你看刚对方你看 直要抓住 你看我一转油 你看这就是反观景 是吧 动的太多了 你看这动的 哦 是吧 这动的特别多 这这手 你们您慢点 哎 这个是直的 这个质地 这个接触点是不变的 哎 你这个是直的 腰胖的 正好 但是这个 溃到手指头 对 对 反观景 对 所以说你看 对哦 这个就是 没有 手腰胖一松 对的 一定是 哦 一定是 腰胖的松 不平 那他们有的 我记得有鼠的一符 这搭着这个鼠 哎呀 吃不得肉 就没得跑来 那肯定跑不了了 甚至练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松弛劲 和腰胖的劲儿 练出来 所以看着杨士全 很简单 是简化才行 但他只要腰身动了 这下上去 你还是很简化 要求不简化 动作简化了 但是技术要求 没有简化